在173年6月5日 女司雷明道在意大利巴维亚省 奥利华泽斯镇的一个热心宫教家庭出生 在小时候就经常有机会负离杀 雷明道成绩优异、充敏、守规矩 有人说他将来会成为神父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 因为他一直都想成为一位兽医 在1885年 他答应去都宁华渡国 在鲍斯高神父开办的学校读书 他在华渡国生活了三年 由最初不适应华渡国的环境 变成不愿意离开 他经常向当时已经年纪露迈的 鲍斯高神父办告解 雷明道深受到持有会的生活所吸引 就在一次宋别前往南美服务的传教士的时候 深受感动 就立即成为持有会的传教士 在1888年 雷明道在鲍华神父手中领受会议 一年之后 在鲍斯高神父的墓越附近宣发成员 之后他在罗马亚阿尔略大学读书 二十岁就获班哲学博士学位 在科利座做哲学教授和院长 并同时修读神学 在1895年12月21日 22岁的雷明道获豁免性教法典年龄限制 获受思读性职 在1906年雷明道神父带领首批持有会 回事到中国传教 他们一行六人 在澳门负责一间孤儿园 即是今天的澳门持有中学 在1921年 他被作声为中国兆州教区主教 开始为教友兴建圣堂和学校 雷明道主教将全教区奉献给圣母 这样说 全教士若果不敬礼 尽教之有圣母 就一事无成 在他担任主教期间 他一直構思成立一个教区女修会 以协助堂区的全教工作 可惜这个心愿一直都未能够达成 直至在他殉道之后 由耿其光主教秉承他的宏师 正式成立今天的显著女修会 1930年2月25日 雷明道主教和高维黎神父坐船前往莲州探望教友 船上有传道员、老师和学生 中途遇上土匪杀取过路费 当土匪发现船上有女青年的时候 就要求带走船上的女青年 雷主教和高神父为了保护女青年 就和土匪搏斗 最后都是不敌土匪 被土匪带到附近的森林枪杀 1976年 教宗保禄六世宣布雷明道主教为殉道者 在1983年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擦封他为增幅 在2000年10月1日 雷主教与高神父 以及其他一百多位中华殉道者 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擦封为圣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雷主教与高神父